我们现在欢迎郑立文委员到我们线上来 你名字 你站这样个子很高 对 还好吗 这几天辛苦您了 刚刚在谈到陈中成的问题 太恐怖了 无论如何 陈其满或者是朱真昌 第一时间要在立法院 应该准备要跟你们一起进行 答询或相关的 下一阶段的论战 他立刻冲到高雄去 慰问相关的伤者 第一时间当然已经可以预测到 这个灾害非常严重 所以他才要赶过去 第二个时间 我只是觉得很感慨 过去高雄有各种状况的时候 连要个预算都那么困难 只有在自己家陈其满的孩子 他的这个之前的副手 情况之下才有办法 得到这么高的行政院的关注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行政院也着火了 高雄也着火了 那死伤第一个当然非常的惨重 我觉得太可怕 太难过了 然后呢 因为他 这个我的事情 我觉得苏贞昌受伤很重 发生这个事情 他刚好利用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要转移焦点 第一个 第二个这是高雄史上最惨重的公安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 那么这一定会引起后续的政治风暴 那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展现态度 没有处理的话 那后面当然会更难收拾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都不应该发生在台湾的 我觉得太惨了 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然后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太可怜了 那你当然会问说 那我们这个政府在干什么 怎么可能让这样子的一栋围楼 就居然在高雄 二十年 无人问 四十年 对就是说他上次 没落以后 火灾到现在 对他上次火灾 我们不要说四十年嘛 他上次火灾 他已经火灾过一次了 那你二十年前 你就应该要警觉到说 这栋大楼有很严重的问题 结果你都没有处理 你想想看 这十年来 台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火灾 再怎么样奇怪的火灾 都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嘛 那表示这栋大楼本身 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我觉得真的是太惨了 我觉得太惨不忍睹了 因为首先这个大楼 其实很多在当地的记者 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去过啦 当地的记者 他们自己曾经po的文 我看到了就觉得也难怪 因为他们自己去采访 当时这个大楼 是全台湾唯一一个 可以二十五二十七万左右 就可以买到一间七瓶大的套房 全台湾最便宜的房价的地方 然后就有记者去采访 就发现很多铁门 住户的铁门是坏的 他拿铁链去锁 坏到要铁链去锁 没办法修 然后整个空间很多脏乱 堆杂物之外 写寝雾水地大小便 然后电梯很恐怖 他说很破烂 然后进去像迷宫一样 住户非常的密集 可是却是没有办法逃出 当时他就想说 如果万一发生火灾的话 怎么逃啊 因为光进去可能就会迷路 而且那个动线非常的复杂 所以昨天看到电视台 访问一个 很幸运可以逃出来的住户 他就说 因为我这地形 这了解啦 我去哪里走 我都知道 他就钻到地下室B1 然后再穿出来 从B1 再把一个小门给扒开 然后可以从一楼穿出来 可是如果是一般行动不方便的 对啊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 他没有一般我们所理解的逃生动线 完全没有啊 小房设施 或者是警示灯 一旦火警发生的时候 那加上这一次又是从一楼往上窜的火势 整个烟雾往上弥漫 可是在烧出了高雄非常严重的公安问题 就是说如果 看起来高雄在一天大晚 从刚才讲到说 我在高雄看到他们花大钱去盖海英中心 魏武营 然后有个文青电影馆 什么各种馆 然后这文青电影馆 很多是在以这个228 史相关电影啊等等 当然也不完全唯一 可是他就是一个以 他们文青喜好的偏好去花的预算 可是当时社府其实很需要的机构 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有没有曾经被关注过 才刚刚放完华丽的烟火 就在这个城中城附近 这也是中央花大钱啊 下来办的 好讽刺哦 我跟看到那个上面 民进党的议员的大看板 还挂在上面烧着 这更讽刺 他在那选区 这个地方其实是民进党的一个票仓之一 那他们支持者 长期在这样环境里面 你有没有去关心过跟照顾过 就是啊 因为其实那边就是老的高雄市中心嘛 就旧的高雄老的高雄市中心 那么你这栋大楼我刚刚讲了 因为他20年前发生过 发生过公安意外 发生过火灾 当时的时候 你其实就应该引起市政府的高度警觉 然后而不是任由他继续荒废20年 那里面住的全部都是弱势的族群 那也因为他的房价超低 那这些人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住 里面也很多独居的老人 然后弱势的人 所以他住在里面 他根本无力去改善他的环境 那市政府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刚刚浅秋也讲了 他没有任何的消防设施 更不要讲现代大楼的洒水设施 他的那个消防器在哪里 然后呢 因为你没有那个防火 防火梯 他没有隔绝 所以你整个烟一串下来 他们不是被火烧死的 就是被烟呛死的嘛 那你刚刚就说了 逃生的路线根本不存在 不是不明 是根本不存在嘛 你想想看 他的防火梯 有可能是一个防火梯吗 不可能 已经通通堆放了杂物 然后他的隔间 已经破坏了 所有应该有的正常的结构 他也没有一个逃生的路线 就算有逃生的路线 他的那个防火梯 防火象 不是防火象 就防火梯 根本也没有办法阻挡 阻挡浓烟 所以他们能够往哪里去 住户能够往哪里去 那这种情况底下 你就是 我觉得真的太惨了 这真的是人间炼狱 更不要讲说 他们年迈 或者是很多都是 身体不方便的人 我觉得好恐怖 怎么会在台湾 发生这种事情 太糟糕了 已经21世纪 2021年 在我们科技这么进步 现代化的一个时代 然后台湾又是一个 复数的社会 这是 感觉在是什么 第三世界烂国家 才会有这种奇怪的 大楼存在 然后 参议院长 刚刚在国庆大点烟火上说 高雄越来越美 就在他刚说完的隔天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然也有 今天媒体 有媒体报导在上面讲说 其实这件事情 也打乱了整个立法院 接下来整个总职群的节奏 本来当然是 国民党 一定要全面追究 苏政昌院长 对于 一位国家 民意托付的 民意代表 给予公开的羞辱 甚至是延迟的 非常恶指的霸凌 那面对质询的时候 不针对问题回答 不回答民众所关心的议题 他用延迟暴力 来回避 所有问题的监督 本来是整个议题 要往这里走的 结果现在是 他匆匆赶到高雄去赴野 是另外一种 他的回避的方式 他就是在回避 微微就照 所以现在是不是 真的打乱了 民意党的整个 国民党 接下来的整个追究的 这个节奏 刚刚有品哲 董内我们说 苏贞昌院长说 叛徒 说他要 院长先去清查一下 自己党内 收留了多少 国民党的叛徒 要不要考虑一下 那些国民党 叛徒心的感受呢 我们先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 讨论接下来 其实这个 陈正宏的问题 烧出来的是 整个建筑结构 还有整个城市发展 国家政策的问题 然后是不是 立法院又要进入修法 修法 就是看民进党 不就你们一党独大的吗 你们有办法 怎么样的真的修正到 符合人民安全 跟利益的一个方向来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央宣网千秋万事 我是王浅秋 今天邀请的是 郑立文委员 大家好 我们的女战将 当然大家在关心 陈中城这个事件 要监督政府 以他们自己的施政的 全面性 有没有办法改善 这样子一个 老费建筑的问题 不过回到立法院 当我们看到 一个行政院长 堂堂的隔魁 国家最高的行政首长 去羞辱民意代表的时候 那个嘴脸 所谓的塔绿般 刺压裂嘴的样子 可是接下来是 蔡英文总统 也是立庭的 支持他 而且他第二天就出来了 对 隔天就出来立庭了 哇塞 动作真快 因为书正常用的理由 蛮好的 你不可以羞辱 我们国家元首 那现在看到 我看到的是这个 侧义啦 或者是民党的立委啦 或者是所有的 舆论风向 绿美啊 就是把你过去 所有曾经在 民进党内的发言 甚至曾经在台上 讲的这个 说言论 是逐字稿的翻出来 甚至很多推波 所以我刚刚 在往上时间 还跟我委员讲说 我有昨天碰到一个同学 他基本上 不是那么关心政治 他都问我说 我好惊讶 我都不知道 郑立文居然是 游律转男 他到底为什么啊 所以我今天 就亲自来问问委员了 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20年前的事情了 那这个 这两天遇到党内 国民党内 很多女性的朋友 政治人物 不是都在声援我吗 他们就说 哪里有20年前 分手的事情 还像恐怖情人之一样 然后20年后 还在这边计较 20年前 其实我是野百合世代 所以呢 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我是野百合世代 是学运 大家可能对这个 比较有印象 但是我不关心政治 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满你说我也算 但你们只是在前面冲 我没有 没有叫你们在那么前面 对 大概那个时代 那么 所以 当然在年轻时代 是充满了理想 充满了热情 但也非常的天真 为什么离开民进党的原因 我昨天在受访 我就有公开跟大家讲 我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是一个台独基本教育派 我就是一个台独基本教育派 我跟我老公 我们这种台独基本教育派 是不是假的 他们后来都假货 是每天都在做好心理准备 要学爱尔兰共和军这样子 如果被国民党抓去关的话 在牢里绝食到死的 是玩真的 不是玩假的 但后来我发现 民进党是玩假的 就觉得自己怎么好傻 好天真啊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就想到父母把一个小孩 拉拔道念到台大法律系 居然每天在想这种事情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参加了学育 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黄华因为主张台独案 被抓去判十年 我在台大校门口绝食 我是一个台大的学生 那时候还是学生 结果呢 我就发现民进党的反应是 觉得不要啦 为什么 第一个 很讨厌黄华 什么时候了 还在讲什么台独啊 台独是票房毒药 还被抓去关十年 民进党要声援也不是 不声援也不是 事实上那个时候 民进党是不理他的 他被抓去关就算了 还有一个台大女学生 跑出来声援他 绝食 我当时绝食不是说 要主张台独啦 那时候台大是说 要有主张台独的言论自由 在那个年代 那所以我就发现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台独后面有这么多的政治算计 原来我出来力挺黄华 还被民进党的人嫌啊 我才发现说 政治现实好像不是这样 那当然这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要讲到以前的故事讲不完 现在很多民进党的人 我在我参加民进党的时候 他们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可能都在国民党吧 然后我就去毕业了以后 去美国念硕士嘛 念完硕士回来之后 不久我就选国大代表 就是我在民进党里头 唯一选过的一次举 也是苏贞昌说 他有来帮我站台 他就帮我站过一次啦 就是我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还要我给他举他的手 喊当算 对啊 我都很好奇 他还真的记得 我都忘记了 老人家都记得以前的事 那已经是20 现在是不记得以前的事 那已经是25、6年前的事了 各位 不是五、六天前的事 不是五、六年前的事 是25、六年前的事 我还多年轻啊 然后呢 我那时候也才25、6岁 然后呢 我就当了国大代表 当了国大代表的时候 因为我是小党编 所以呢 当时李登辉提两国论 大家记不记得 李登辉在1999年的时候 提两国论 我的任期跟李登辉一样 96年到20年 同样那时候当的 哇 民党中央很紧张 召开中央核心会议 找我们去开会 我听了都傻眼 他们说他们赶紧派了 萧美琴 现在的驻美代表 去AIT 去AIT干嘛呢 去AIT跟美国人保证 民进党绝对不会跟着 李登辉的两国论起舞 因为太危险了 你知道吗 好讽刺 对 你知道吗 96年李登辉选总统 他是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而且他还通过国统纲领的人 但是当时为什么民进党提名的 彭明明选这么烂 然后李登辉是压倒性 全面性的胜利 因为民进党人都会喜欢李登辉 他那时候没有独派 他哪里敢讲独派 彭明明选的很烂 独派选的很烂 为什么 因为李登辉是台湾人 这样就够了 所以大家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民进党人就是挺李登辉嘛 我那时候在民进党内 我觉得很糟糕 在民进党里头 为了争取民主自由 有这么多人坐牢干嘛的 怎么会去支持一个叛徒李登辉 没有 那时候想法就觉得李登辉 还是叛徒 对啊 你在国民党里头做官 然后帮国民党做事 他哪里 就因为他是本省人吗 所以我才想说 原来你们通通只是 省级情节而已吗 好 后来李登辉不是主张两国论 那我想说 我的想法跟民进党也刚好相反 我想说 哇那你们喜欢的李登辉 都跳出来要支持两国论 还有比这更好的时刻吗 连总统都要支持两国论 那不就是台独唯一的 不是 give me five 就冲了 不是吗 对啊 这时候 哎呀民进党就应该要扑上去了 结果说 不行 大家不可以支持李登辉 我想说 那为什么 而且还是去跟美国保证 跟美国保证 各位听众朋友听清楚 我当时就想说 原来一切都是假 所以后来我才去建桥念书 那念书回来之后呢 我只是暑假 上节目 当时发生了所谓的田尔案 就是这个图醒者说的 那我没有 田尔案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 田尔案是李庆安 我只是上节目评论 我也没有说他怎么样 我只是说 民进党那时候已经执政了 就是那个陈水扁已经选上总统了 所以呢 对陈水扁 或者说对民进党执政 很多的这种批评或负面的讯息 民进党一定要检讨 一定要搞清楚 我就这样子而已 你们以为我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就这样子而已 那陈水扁就受不了 就这样就受不了 就要开除我党籍 所以沈富雄才跳出来说 你是有没有搞错啊 我当时也才认了一下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去念书了 我国大已经做完了 我已经去建桥念书了 我本来都不是打算再从政了 你懂吗 我就要去把我的博士念完 我想说哇塞 民进党怎么变成这样子 连讲都不能讲啊 那连检讨都不能检讨 连反省都不能反省啊 所以我已经要 第二天坐飞机回剑桥念书的 前一天 他都没有跟我讲 就直接跟媒体讲 说他们要开除我 可以这样子要开除一个党员 那后来 沈富雄就出来说不可以这样 所以他们就没有开除我 开除不成 但后来第二年 我就自己退党了 这还留在那边干什么呢 我已经发现说 一切都是假的嘛 那事实证明我讲的不是 一切通通都应验了吗 陈水扁不是告诉大家说不可能台独吗 蔡英文再讲了一次不是吗 民进党执政不可能台独吗 邱毅人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讲吗 说你民进党怎么台湾不可能台独吗 对啊我有讲错吗 我没有讲错啊 所以国庆日才刚刚过啊 蔡英文不是挥中华民国的国旗吗 不是说要捍卫中华民国吗 那请问那一天 有哪一个民进党的人 或者是像罗志正之流的 最近在质疑我的人 有哪一个人有跳出来说 民进党要台独的 没有啊 你们不是通通都在摇中华民国的国旗吗 你们唯一一个台独工作者 赖清德在哪里 在总统府里面干嘛 做他的中华民国总统梦不是吗 他也要做台湾国的总统吗 我讲的没有错啊 那如果是这样 那就表示那是一场空嘛 就不要再拿出来骗人就好了 那我们就来捍卫中华民国 我们就来一起 为中华民国所代表的 民主自由法治 一起来努力嘛 因为你当年 为什么参加民进党 是希望台湾能够民主化不是吗 那台湾已经民主化啦 国会就全面改选了 总统都已经总统直选了 那你还要怎样呢 哦原来你要继续的 为所欲为 霸占住就对了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还有人相信台独这个东西呢 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了 你都还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吗 就这样子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民进党还敢把这个时候拿出来讲 当然很多人说其实变得不是 很多离开民进党的人都说 变得其实不是我是民进党啊 明明就是你们 我那时候还躲小咖 我才二十几岁耶 你想想看民进党 连创党的民进党当过民进党副总统的吕秀莲 为了美丽岛事件坐过牢的吕秀莲 他都可以离开民进党了 民进党真的不用回去照照镜子 问一下自己 扪心自问 你们这些年有没有走中的太离谱 结果没有想到你想想看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我一离开民进党 陈水扁就是贪就是负 没错 不过就是这样子多难看啊 这么多人坐牢 这么多人拼了半天 是让你们这样子贪腐的 那你就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的堕落 我印象非常深刻 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蓝军的人或国民党的人都觉得说 也应该民主化了 所以陈水扁那时候上台是高达超过八成的支持度 如果没有蓝军的人也支持的话 他怎么会有八成的支持度 大家都希望台湾能够进步 变成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就来政党轮替 也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的蓝军都觉得说 也让民进党做做看嘛 结果呢 他怎么可以这么离谱啊 民进党怎么可以这么离谱啊 然后2008年这么难看的下台 然后一个堂堂一个总统 整个家族都在A前 还被起诉 女婿要去坐牢了 那民进党有真的去检讨过 说我们怎么会搞了半天这么多先烈先贤 坐牢被抓 然后我们去 却选出一个让台湾人丢脸的贪污总统 没有 从来没有过 继续护航 然后又换了一个蔡英文 请问蔡英文不是国民党的吗 蔡英文一路都是国民党提拔的 他是国民党的奶水跟奖学金 他是国民党提拔的 然后在政党轮替的时候 李登辉就把他交给了陈水扁 他忽然间就在民进党执政的那一刻 变成民进党 不是这样子吗 然后呢 所以啊 现在反正整个民进党都已经 跟以前的创党民进党太不一样了 那不要说这中间有多少人因为失望离开太多了 我只要讲一个吕秀莲就好了 我真的是小萝卜头啊 可是我看到李秀莲都离开民进党 我都觉得真的是太悲哀了 民进党的人真的都没有感觉吗 当时台独是票房毒药 现在民进党操作起来 怎么变成只要是两岸议题 贴个红标签 就反而变成票房毒药了 你在这个两岸的政策上面跟思维上 这几年有转变吗 我觉得转变真的非常大 当陈水扁他有政治危机的时候 他其实因为有了政治危机 他才开始搬出一边一国 因为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吗 他在老美的协助之下 陈水扁是向老美 向老公说了四步亦没有 我跟你讲嘛 选了半天 第一个上台执政的陈水扁 他也不是要台独嘛 他要四步亦没有嘛 这就是国际现实 那大家认清现实 调整步伐 调整目标就好了 不要再讲台独党纲了 你做政治 你四年选举一次 你怎么可以跟大家讲一个 可能要四十年四百年后 一个遥遥无奇的目标呢 好那你陈水扁本来是四步亦没有 他后来为什么翻脸 变成一边一国 然后小布希跟他翻脸 小布希用脏话骂他 拜托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在岛内的贪腐 执政的失败 所以他开始用台独来动员 岛内深绿的支持者 捍卫他总统的位置 他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危机 在动员台独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些所谓的台独力量 就一天到晚就变成这些政治人物 拿来斗争的工具 拿来做遮羞布 今天陈柏维不就是这样吗 我看到今天代表台独出来的政治人物 居然是这种咖 台独有 赵陶 对 跟对外喊话之后出事就跑吧 对赵陶 赵陶 这种 怎么会是这种咖 在代表台独啊 当民的确是很多 非常有理念 甚至不惜生命牺牲 去达成理念的这样的人 你看人家彭明明 你是台大教授 那个年代 现在这个年代 可能教授还不这么值钱了 对不对 那个年代 你看现在台独 变成是这样 然后你就拿了台独当遮羞布 因为我是为了台独 那所以呢 所以就要让你这种人 我就跟你讲台独 现在已经沦为是这种工具了 一点神圣感都没有了嘛 你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笑话 然后民进党的人更好笑 修宪也不敢修 什么也不敢碰 每天在那边摇中华民国国旗 像谢志伟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是摇的 觉得很得意 还是摇的吐血 应该是很得意啦 这讲吐血就太离谱了啦 当这么大的官 爽领那么高薪水 对啊领那么高的薪水 国家的住德国的代表 就是啊 多好的日子过啊 能看他们这些人 然后呢 敢做什么 什么都不敢做 我那天才会咨询苏贞昌啊 是啊 啊你们这么支持美国 什么都听美国的 美国的政策就叫做一中政策 从来没改过 不管谁当总统 不管是哪一党的 不就是都是一个中国政策吗 什么时候可以让你有一中一台 从来不可能 你只要民进党一开口讲 一中一台马上一个巴掌 就巴下去 叫你民进党闭嘴 跪下不乖 对啊 这就是美国大哥 我就亲眼看见的嘛 你还搞什么东西呢 还要继续骗 然后拿这个东西 在那边岛内搞对立 搞仇恨 你无聊嘛 你根本不存在的一个 不可能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还民众之间 彼此还在那边说 哦 这个你那中国的 你那台湾的 莫名其妙 大家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就因为这样 民进党就是每次 拿这个东西来做 政治动员 所以才会导致 台湾民主化以来 我们所有的政治 全部空转 所有公共政策 都不用讨论 只要民进党 公书立的公 啊 你是中国派的 我们是台湾 对 就每次都拿这个东西 出来讲 他只要讲书人家 那一天 苏贞昌也是 一模一样 他就是讲 哎 我好好的问他 我也没有为难他 你不管打什么 我都可以 我就问国防部长 他自己在那边鬼打墙 他自己打不出来 他自己发现 他自己糗了以后 哦 就建设 然后就开始骂 骂说我们要投降 你神经病啊 你不是神经病吗 我跟你讲 两岸如此以来 1949年之后 国民党有投降过吗 古灵头谁去打的 是 823谁去打的 流血生命 是冒着生命危险 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你民进党为了捍卫台湾 死过几个人 谁流过血了 你告诉我 你怎么好意思 这样子讲呢 所以我才会说 他问了我六次 我的修养还不够好吗 我就一直问他说 我现在要问你 你要不要核子动力潜舰 他也搞不懂 核子动力潜舰 他还问我说 那你是不是要航空母舰 你把包包拿 航空母舰的事 他把你扯成 都是一个天方夜谭一样 可是其他国家 是有这样的战备部署 而且你也帮帮忙 谁要买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是要干嘛 核子动力潜舰最厉害 就是要核子动力潜舰 那你不要也可以 你跟我讲一个理由就好了 对 他说不出来 你就要还不要 我就来问国防部长 我也没有要为难他 他自己在那边非要 他就讲不出来 我问他 我前面就问他 蔡英文的国庆谈话 很多人说他是两国论 那说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大家听不懂 所以我就问他说 有争议 我就问他说 那到底这是一个中国 还是两个中国 还是一中一台 他也讲不出来 你很奇怪 我就问他说 那很多学者说 这是两国论 是吗 是两国论 还是一国论 他也讲不出来 蔡英文前一天才讲 你是行政院长 你是第二把交椅 蔡英文是第一把交椅 才隔一天而已 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你应该出来解释 说明 蔡总统是什么意思 也讲不出来 我告诉你 这就是民进党 最大的矛盾 他就是被我踩到痛脚了 没错 所以他就想说 那我烦摇你一口 最了解他们的人 对 他只好烦摇你一口 问了我六次说 你们是不是要投降 我想说你拿了少保 要去跟老共干 你就是要投降 解放军听到说 原来台独的行政院长 你这不是跟华五星旗 欢迎他们来有什么差别 对 好像打酷斯达 拿那个扫把出来 对 我听到他 他要拿扫手 跟他拼 我对他多好 我说你不要拿扫走 对不对 你要不要来个 核子动力前建 这样比较好 当年两讲 是要发展核武的 是被美国硬生生挡下来的 这才叫做防卫决心 好吗 是 今天因为委员 要提早十分钟走 我们这一节的广告 晚一点近 让他讲到最后 可以十分钟左右 因为要赶到立法院去 所以呢 郭明洞要硬起来啦 大家都这样说 因为里面最硬的 已经是郑立文委员了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原因了吗 因为我是从民进党过来的 你是最了解民进党 所以一脚抬到重处 国民党真的是 然后要直接要骂人 也绝对赢国民党的那种 因为国民党真的是 温良公姐让 国民党就是一群好人啊 乖宝宝 我们就看他们推 上次看他们推倒 意识台的桌子 都还拍谁拍谁 不好意思 把桌子推倒了 所以啊 这种国民党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什么坏事啊 你看那时候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他多乖啊 所以现在怎么办 本来是今天要先提告 但延到礼拜一去提告数 那现在在 你看到民进党的一些委员 轮番守在门口 在那边职业 我觉得有点好笑 因为明明有钥匙 走后门就好了嘛 路上次不是 走后门 就走捷径上去 我还录影哦 得意啊 他们有后门可以走啊 所以他们这场 是演给媒体看的 说也不要让你们 这些委员 这样上次 陈玉珍 还拿着床垫 去那里睡嘛 那是因为 他们想到 你在镜头上而已啊 我是觉得苏贞昌 吃到七十几回了 你为什么连一点点 最基本的民主素养 跟风度 都没办法展现呢 对不对 你就是大大方方的 跟大家道个歉嘛 你气不过 你不想跟我道歉 没关系啦 你可以跟国会道歉嘛 你可以跟国人道歉嘛 你可以说 我一个行政院长 我当时失言了 对不对 我在国会殿堂这样子 是做了不好的示范 我向国人道歉 可以啊 我这个人 我本来也就不计较啊 我也没有在 他可以不用跟我道歉 真的不需要 可是我觉得 他应该跟国会道歉 是 那你这是一个 做行政院长 跟人民道歉 跟人民道歉 人民的名义代表 是代表名义 来跟你质询的 你起码要对这个 宪政体制要有所尊重嘛 没错 你前一天 蔡英文才讲说 要尊重宪政民主法制 隔一天 苏贞昌就在那边上演 这种烂戏 就在那边杀野 你这个 你们已经是变成 每天都在腐蚀 台湾的民主政治 我们好不容易 有今天的民主政治 结果呢 变成你们的游戏 法院也是你们的 警察局也是你们的 媒体也是你们的 现在连国会都不尊重了 对不对 你要演 你要演像一点嘛 不要这样子嘛 我觉得真的很难看 我知道国民党团的策略 现在可能不方便讲 免得又被试破了 要面对他们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也有讲策略 但是啊 礼拜一固 一定是会去提告 因为他这已经涉及 公然误辱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啦 但告也只是一个态度而已啦 我是不太相信说 我们的警察局 检察官 他会去抓苏贞昌吗 会叫苏贞昌出庭吗 不可能啦 对啊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没有人敢 如果有人真的把他敢 拿出来办的话 哇 我们要好好认识 这位检察官呢 有这种民族英雄 不存在 拜托 他马上就不用升官 我跟你讲 他可能一生的前途 都会被影响 尤其是检方的体系啦 更是有法务部说的算 那几乎如果不听话的话 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会升官 我看到我小时候 二十几年前 在跑地检署的警察官 怎么你还在 台北地检署 应该是很不听话 当年年轻的时候 少少的几位 还以为检察官很有理想 这样就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只能听命办事 好我们要先放委员 到立法院去打仗了 好啊 感谢 你要马上去开会了 所以我们就 大家呼吁 这两天已经都一起在线上 呼吁一起支持 郑义文委员 我 我讲一句话 要导书 先删Q 我跟你讲啦 异常的攻防 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重点就是要用选票 只有选票 才能够教训政治人物 说得好 就是要用选票 我希望从这一次开始 要导书 先删Q 删完Q之后 12月18号 大菜就上台了 四大公投全部过关 苏贞昌一定下台 就这么简单 漂亮 但是 但是那个 得性广告 不要因为 郑义文文一走 你们就通通走光了 留下来支持我们浅秋 浅秋正棒了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赶快先去赶路了 谢谢 谢谢